最開心應該就是跟他一起完成 他想要做的事情 我們正常人呼吸都是很正常的 沒有什麼 醒來就會呼吸 睡覺也呼吸 但是對歡物兒來講 他們要靠儀器設備 讓他可以正常的呼吸 才可以活下去 所以對他們來講就是 可以讓他們有正常呼吸 就是一件很特別快樂的事情 所以叫歡呼兒 小學要吹直笛 可是直笛對他來講有點難度 可是我們就想盡辦法 讓他可以把聲音吹出來 所以他就自己想了辦法捏了鼻子 他就吹出氣他就很開心 就是克服他身體上面的不可能 他本身疾病的關係 所以肌肉比較沒有力氣 肌肉無力管了很多地方 所以呼吸也需要肌肉 吞咽也需要 緣分吧 來了就面對他吧 上個小學 他可能需要的資源更多了 歡呼兒進來的話會更好 認識琪琪其實是在103年的時候 那時候他大概兩三歲 對周遭的事物是非常的好奇 有一次我就接近他跟他聊天 他突然鬥雞炎起來 他突然就鬥雞炎喔 然後我就回應鬥雞炎 所以我們兩個見面的時候 會用鬥雞炎問候 琪琪很愛參加協會的活動 他只要有畫展 他可以出門他就會去 捷運站的畫展 他們開著電動爐頂 在跑來來跑去 因為他可能會遇到相同的孩子 畫畫可能是一個媒介 可以交不一樣的朋友 所以玩起來可能就會更開心吧 歡呼兒小朋友的專注力是特別的強 所以我們都會藉由聚會 然後讓他們一起參與這個畫畫課程 也讓他們去創作一些作品 琪琪有來參加我們的畫展 參加了四年 畫畫或者是畫展 這件事是他們共通的語言 每個小朋友也非常享受 琪琪有參加我們兩屆 國標舞的成果發表 輪語就蠻長跑 到處去打招呼 他會主動來接觸你 非常吸引人的一個小朋友 我覺得他很活潑耶 可以明確告訴你說 他想要怎樣 他不要怎樣 他哪裡不舒服 而且很有自信 他覺得什麼事情 都沒有比他的生命更重要 其實我們就是不會害怕他的外觀 所以我們就已經帶他出門 然後他可能都覺得 他的外觀可能就跟一般孩子沒有大不同 他是一個獅子座的女生 沒有辦法很熱情的跟你講說 媽媽我很愛你 可是他都會偷偷的 他有一幅畫作上面 藏了我愛你 平常的時候他如果不舒服他都會講 他就會說 我可能你需要幫我抽個彈啊 或什麼之類的 可是當天他不舒服的時候 他竟然沒有說 當救護車來的時候 我抱他去單架上的時候 覺得說怎麼會貪軟 他們就測了一下 他當時是沒有呼吸心跳 109年 突然有一天他就昏倒了 可能缺氧了一段時間 他就再也沒辦法講話而已 你跟他講話其實他眼睛還是會動 可是他沒有辦法說 那我們就自己解讀說可能是因為 傷到了語言 所以他沒有辦法說嘛 可是你如果唱歌給他聽 或者是他可能聽到他可能 喜歡的歌 他可能會覺得不開心 他說他也是會流眼淚 發生狀況的時候 醫生也有講 他說媽媽 你應該有準備好吧 我說應該是吧 他的願望很有趣 他想要打籃球 但打籃球這件事情 我說你開電動輪椅 你要打籃球 他說也可以啊 為什麼不行 我說好啦 那你趕快長大 我們就可以找大家一起來打籃球 後來又講說他想要當護理師 他可能一直都被照顧 可能也想要照顧別人 那時候我們一直在想說 他的狀態 是不是還有一些牽絆 或是想要做什麼事情 想要讓更多人知道他 所以他可能還必須要 承受身體上面的痛苦 他還有很多話 那我們就把他的話拿來開畫展 我們用直播的方式 所以琪琪可以在家裡 聽到醫生為他拉小提琴 那時候有請了他很多的 琪琪的好朋友 照顧過他的醫生 都去好幾位 後來我會發現 這小孩的朋友比我們還多啊 四月底畫展結束 快五月底的時候他就離開 在前面幾次我都有跟他講 我說媽媽可以給你的就是 幫你抽檔 給你氧氣 那其他我可能沒有辦法幫你 對啊 那如果你覺得 還想要在一起 那你就是自己要努力一點 對啊 所以他前幾次其實都很努力 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他這樣 其實很辛苦 所以那天早上我們就沒有急救 對啊 就讓他好好的就離開 他離開的時候就是跟睡覺的時候 樣子一樣 這是他畫給爸爸的生日卡片 這是他的寶座 對 他可能就坐在這邊 可能畫畫 寫功課 特別去找一張椅子給他 因為琪琪不可以養寵物嘛 因為琪琪不可以養寵物嘛 他一直要我養 我就說不可以 等你長大 你自己可以照顧你自己 你再來說要不要養 所以那個貓是 老師跟他一起討論的 他很愛顏色 非常鮮豔的 他很愛彩虹的顏色 所以他常常把七個顏色都弄上去 我們協會今年就二十週年 也不容易走到今天 這二十年來 我相信我們秉持著正向 樂觀 而且要勇敢去面對 我們人生所有的困難 今年的義賣品就比較特別 會以琪琪的作品為主軸 我們把它做成一個可以放 悠遊卡或者我們信用卡 畫作裡面我們可以感受到 琪琪的正向 他的樂觀 他是一個勇敢的小孩 希望把這樣的精神傳承下去 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都一直保持